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来帮助学生和家长解决难题呢 让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周元斌是双十中学海仓附属学校三年级学生 每天下午放学后 他都会先到海红社区书院的四点钟学校做作业 在海红社区四点钟学校设立之前 不少像周元斌这样的孩子 每天下午放学后 总要在外面玩上一阵子才能回家 因此家长很为孩子的安全担心 而在四点钟学校记者看到 小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 都十分自觉地坐在教室里做作业 我在写作业的时候看到 别的小朋友也很认真的写作业 我觉得我自己也应该要写作业 我们四点钟半学的初衷 就是给这个四点半学到六点 家长六点下班期间 两个小时之间 没有人照看的小朋友 提供一个这种免费的 做作业的场所 那我们主要就是 对小朋友的作业的一个辅导 就是有课业不懂的可以问我们 保证说他们课业完成的基础下 我们会采取一些 还会有一些活动 比如说缆送啊 还有墨写啊 还有一些书画画画这些的活动 从事教育工作十几年的王黎平 是海红社区四点钟学校的志愿者老师 配合他一起管理课堂纪律和学生安全的 还有社区里的志愿者们 为了这一块四点钟学校 我们的街道也非常支持 专门聘请了一个有教师之 资格的志愿者 还有我们自己针对这些小朋友 有叫专门排一个班 有一些志工妈妈专门在负责这一块 每天都有两个 还有我们一些社区的一些老年志愿者 一些党员志愿者也参与到这一块 市区不太好 我们就稍微看一下 有些不懂的我们知道的 我们都可以帮他们解答 因为毕竟一个老师的话 看这几十个孩子也看不过来 年段不一样 有些孩子的话 像低年的自觉性不够好 还是要真的是要维护一下 发现这些小朋友 写字的时候呢 坐姿都是弯着腰 低着头 握笔的姿势也不太正确 所以我就经常提醒他们 让他们挺直 坐姿 免得以后 避免以后 往腰驼背 因为坐姿握笔 也握得不太好 提醒他们 从小纠正 长大了 或者真的纠正不过来 自九月初开学也来 每天都有家长带着孩子 来到海洪社区四点钟学校报名 截止到2017年9月5号 一共接说来自本辖区 25个辖区的54名辖学生 效果非常好 因为有好多家长 六点都要来带回去了 他都不回去 因为在这个氛围 有问题不懂的都可以问 还有大家在一起 互相坐坐 又会互相促进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刚好我们四点钟 四点到六点这个时间 是没有人带小孩的 而且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打公主 这个时间刚好没空去带小孩 也没有说像老师一样 专业的指导就是小孩子的坐姿 写作业这方面 而且社区有专门请老师 还有那么多的志愿者过来帮忙 我觉得能更好的养成小孩子 一放完学就开始写作业的这个习惯 现在一年级最重要的就是 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以后学习的路上就会事半功倍 其实四点钟学校并不局限于 让孩子们做作业 而是给孩子们提供一个 多功能的活动场所 因此下一步海红社区四点钟学校 将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 开展一些趣味活动 社区书院是社区居民 学习交流活动意识的平台 借助社区书院这个平台 开办的四点钟学校 不仅能够让书院的功能 得到更为全面的发挥 也能切实为居民分忧 让孩子们从中受益 海仓区松宇街道共有12个村区 目前已有海洪社区 海发社区 海祥社区 海达社区 海林社区 东宇社区 北富小社区和石塘村等 8个村区的四点钟学校 对居民开放 此外 敖灌社区的社区书院 正在建设当中 也将配备建设四点钟学校 海仓区松宇街道 副调研员王永轩介绍 今年街道通过社区居委会 网格员入户调查 发放问卷等形式 充分征求了家长的意见 发现四点钟学校 很受居民们的欢迎 我们街道处在一个 海仓区的一个中心位置 叫中心城区 人口比较集中 我们这个城区 大概有20万人左右 这也有很多孩子 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 学校里面 他们放回比较早 这段时间 成了一个真空 还有我们这些 外来务工的也比较集中 他们也为了给孩子 提供这样一个好的环境 给他们结构一些后顾自由 同时也为他们半年实施 和我们处理证 我们来考虑 来办这个四点钟学校 我们这是做纯公益的 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我们来为这些困难家庭 弱势群体 有需要的这样子 为孩子提供一个 良好的空间 通过这种形式 来培养这种孩子 一个良好的习惯 王永轩说 四点钟学校的基本功能 是为辖居小学放学后 提供有学习氛围的场所 各个社区也将根据自身特色 设置丰富多彩的课程 我们有些社区 人员比较 现在目前已经达到了 就是说饱和的状态 如果说超出我们这个饱和状态的话 我们会做出我们原来 逆定这个方案的一个选择 那首先要保重的就是 我们这些困难家庭 比如说我们外来欧工的 还有我们有双职工的 还有各种各样之类 有实际困难的这种家庭的孩子 如果说是在没有超出 我们招生的这个范围之内的 小学生我们都见到 尽量为他们提供这种环境 我觉得社区书院 在刚刚开始设立的时候 它可能是一个以教育居民 提高居民素质 满足居民的这样的一些 素质提升的内容为主要的目的 但是随着社区书院的发展 它可能需要一个转向 就是它需要为社区居民做服务 而我们的四点半课堂 它无疑是我们的服务中的一个重点 那现在随着我们的这样的 生育的政策的放开 其实也更呼唤在我们社区里边 有这样一个场所出现 就是能够弥补我们家庭照顾的不足 好的 关于四点钟学校的话题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在互动平台上观众朋友们的看法 四点钟学校让家产解除了后顾之忧 小孩子们也是受益终生 我们希望这样的事情 能够在全市得到福吉 让更多的家庭能够成功受益 虽然现在外面有不少的社会托管机构 但是一龙混杂 很多都不正规 孩子的学习和安全得不到足够的保障 社区书院开办四点钟学校 不仅减轻了我们家长的经济负担 也让我们更放心孩子的学习 好 感谢网友们的参与 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位于海仓生活区的松宇街道 其辖区内的四点钟学校里 大部分是双职工的子女 而地处海仓港区和工业区的海仓街道 其辖区内的四点钟学校 主要是帮助外来务工人员 解决孩子放学以后 无人看管 自己又没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 来辅导孩子课后学习的问题 下午四点半 一群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 排着队从青椒小学 来到距离学校不远的 青椒村卢塘书院 这些小朋友都是青椒小学二年级的学生 在卢塘书院四点钟学堂内 他们必须先完成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 因为本来去年我妈妈不用工作的 然后就是现在就去工作了 然后现在就把我送到四点钟学堂过来 学习 我在这边可以写作业 然后呢写完 老师又让我们换书 颜家萱的母亲黄色惠告诉记者 平时她五点半才下班 有时下班后还要买菜 自从有了四点钟学堂 她再也不担心孩子放学后 没地方去了 还没办这个四点钟学堂之前 孩子回去的话就是除了完 然后做作业没人监督 然后就是说的话会比较 我们家长上班也比较不放心 这边的话她有老师会帮忙监督写作业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 我们家长的话 她也会通过微信群这些跟我们说 然后我们会了解 让家长担心的 还有孩子放学后的安全问题 从江西拿下务工的朱平听说 卢塘书院开办了四点钟学堂 就马上给儿子报了名 因为我们没那么早下班嘛 就一直在担心她 到时候那么早放学了 又不知道在外面到时候怕车子啊什么的 就是说对很不安全 刚好这边卢塘书院有这个 这么好的地方 让他们来这边 也非常感谢这边有那么好的那个环境了 让他们现在来这边上的话 我们都 家长都很放心 新加村共有人口5233人 其中外来人口704人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 一直备受重视 去年12月 卢塘书院正式建成投入使用 今年2月 书院就开设四点钟学堂 首先以困难家庭子女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照料为重点 分担这些家庭 无法按时接小孩放学 学同回家无人照料的压力 青椒村它有非常多的一个外来民工 那我们想到就是 这个外来民工的子女 他其实父母亲没办法 在他四点钟下课的时候 就按时可以到乡门口接他 那他这段时间 其实就是在那个 左邻右舍乱跑 那我们其实也很担心 所以我们当时开设这个 四点钟学堂 特别跟青椒小学的校长 跟老师去聊了 聊了这个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是希望 就是第一 是以外来民工子女为优先 然后第二呢 是可以让弱势的家庭 他有一个就是 我们可以进到 帮他们照顾小朋友的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一个场所 现在的话 主要有26名的学生 我们就要把他距离到 这个书院来 然后辅助他们写作业 那平常呢 我们也会开设一些手工啊 绘画啊 然后还会到那个 田里去耕种 体验一下这个 田里的那个耕种的乐趣 可能比较成熟的居民区 和学校周边 它会有这五拓班的出现 但是呢 在我们的广大的一些的 这个 比如说像城乡结合部啊 或者是我们 岛外的一些的社区周边 这样的机构还没有 就市场还不能够 去覆盖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社区 就要去发挥 它应有的这样的功能 记者在卢唐书院看到 这里的书架上 有不少儿童读物 学生们在完成作业之后 就可以看书 还可以把书借回家阅读 于芳是 卢唐书院四点钟学堂的管理员 除了指导孩子们学习外 她也会给这些孩子们 讲授一些食品安全 出行安全方面的知识 有很多小朋友一起 我觉得很开心 这里我不会的 就可以问老师 老师会直接教我 我来这学习 校技更高了 学习成绩更好了 对比之前的话 就是说 作业那一方面啊 然后都 做得都比较好了 也比较自觉了 然后这边那个 于老师也是 给他们带动的 也是比较好 有一些课外 有一些作业啊 还有一些游戏啊 都教他们 然后现在在这边都 也学到很多东西 那我们也借由 这样的一个机会 先由小朋友入手 然后以小博大 未来我们会开设相关的 比如说那个亲子共读 然后或者是 隔代教养的问题 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课程 就是由小孩子先下手 然后未来会朝着 这个成人的部分 还有那个祖辈的这一部分 开设一些 相关教育的一个课程 目前海苍街道下辖 十个村居 已建成卢塘书院 苍江书院 海兴社区书院 建美龙珠池书院 院前两岸清创书院 等五个社区书院 开设四点钟学校的书院 已有四所 正在建设的 有后锦金沙书院 和锦里锦德书院 预计本月将投入使用 事实上 早在多年前 四点钟学校 就已经在 导弄一些社区出现 在破解学生 托管难题的同时 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由于场所 经费 资源 管理 安全 师资配置等多重因素 不少社区 对开办四点钟学校 心有余而力不足 有些已经开办 四点钟学校的社区 甚至出现了停办的现象 吉免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 居东宏认为 四点钟学校 是学校教育的 积极延伸和有效补充 不过 要想持久健康发展 需要解决好场地 资金 师资安全 等几大问题 就是他有没有 那样的场所 其实场所是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是我们社区 有足够的场所的话 那这样开办起来 就有才有基本的条件 那第二个呢 就是有没有人员 来跟这些孩子们在一起 我觉得最大的 那个安全责任问题 因为像大家都非常害怕 只要遇到 特别孩子的问题 因为孩子是家庭的宝贝嘛 就是要万一是 有一些责任分不清的话 我们的承担方式 好心 想办好事 但是给自己 惹来了一身的麻烦 所以有的地方 就干脆就暂停 或者是让很少的人来参加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目前社区四点钟学校 师资力量相对薄弱 有些地方仅靠 社区工作人员打理 对此 对此 俊东宏认为 四点钟学校并不是简单的托管 需要一系列完善的措施加以保障 如果能够通过发动志愿者 或者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引入学校社会资源 共同参与四点钟学校建设 就能更好地发挥社区的服务功能 在开办的过程中 每个社区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 摸索出合适的办校模式 那最好的方式 就是我们发动志愿者 来一起参与到我们四点钟课堂 但是这个还是需要一个过程 和可能是有的是 政府购买服务 它有的这一部分 那它购买服务里面 打包的这一个部分 而且呢 就是在我们营廷社区 曾经的探索 就是如果你要比较好的 这个四点钟课堂的一个服务的话 你还可以出一种 低于市场价的费用 来去家长付费 来买一部分服务 其实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探索 包括我们市场的这种 低长的合理范围内的收费 我觉得都是可以来做的 好的 关于四点钟学校的话题 我们就来听一下 互动平台上网友们的留言 创办志领东学校 需要学校社区家庭的共同参与 对于那些创办志领东学校 还会到达条件的社区 政府应该加大投入 提高配套设施 我认为政府相关部门 可以考虑做一些政策引导 规范出一些具体的措施和管理办法 为四点钟学校提供制度保障 好的 感谢网友们的参与 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社区依托书院开办四点钟学校 既是社区书院功能的延伸 又实实在在地为社区居民 办了一件好事 海舱区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 为全市各社区书院延伸服务功能 积极开办四点钟学校积累的经验 我们希望在四点钟学校的标准化建设上 有关部门能够积极探索 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规范 让四点钟学校发挥更好的社会效应 好的 感谢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参与评论的观众朋友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官方微信和看厦门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 感谢收看 下期再会 下期再会